他的意思呢就是月桃花的意思喔 明天宅 有人說明天宅 我好會翻譯喔 台語叫明天宅 就是有點對那個月桃 就是我們名牌那個 明天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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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其實齁 在祭典的部分齁 阿美族 阿美族 他有分 六月份 會有那個 補儀祭 嗯 後來七八月份呢 是豐年祭 後來十二月呢 會有一個狩獵祭 狩獵祭 阿美有手類嗎 那個捕鳥 我們是捕鳥 捕鳥 對就是那一段時間 剛好會有一批候鳥來 嘿 那其實我們原住民 在取財的部分 其實是取 部落 夠吃就好 像 捕鳥祭的話 我們會到河邊 像我們這邊送骨的話 就到河邊 到西邊去捕魚 捕我們部落的族人 我們都是共享的這一個部分 會整個抓好的東西 我們就到部落去分享 所以我們抓大概 部落吃多少 我們就拿多少 不會拿多 那如果抓到小的魚呢 我們就會 讓牠再回去 等牠長大 我們再抓牠 這是在我們各個阿美族祭典的部分 那在我們布農族的祭典 我們有小米祭 小米祭跟釋爾祭 後來在太魯閣族 我們有一個祖靈祭 有祖靈祭 所以每一個祖別 那每一個祖別 都不太一樣 像格馬蘭祖 牠也有海祭 牠們的不叫普遺祭 牠們叫海祭 因為是靠海 靠海叫海祭 那是格馬蘭也有風靈祭 因為格馬蘭也是 算是從阿美族這邊分支出來的 所以牠們也有風靈祭 那為什麼會說風靈祭 因為我們大概到7月 我們都是割到了 後來收成 那收成之後呢 我們就會感謝祖靈 感謝大帝 給我們這一整年的豐收 平安 所以來做祭典 喜歡的 擱大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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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